中文字幕 李宗盛 去曼谷旅行 还可以玩卖周边的不壁府 这一两年最多人说的 就是这里的二色九尾霜 所有客房都浮在湖上面 由木桥连接 黑色楼线型的工业风外观 感觉很有型 由高府坑 还有少少像马尔代夫的水上屋 至于20间水上屋 分为两个房型 这间较大的房型最抢手 500多尺很阔落 我最喜欢这间房 因为床位都是对正的湖 我们省大眼就可以看到日出 入面极简的自然风格布置 住得很舒服 房间已经包了mini bar和小食 至于另一个小的房型 大概300多尺 没有客厅位 但一样有落地玻璃和露台 洗手间也有充足热水 但就逼了少少 在resort 里面 住客可以免费任玩栋木舟 也有直立版免费借用 可以游水 吃着打发一下时间 这间resort 远离市区 附近不是很多餐厅都可以选择 幸好这间resort 有自己一间餐厅 还有很多不同的泰菜可以选择 而且味道都不错 餐厅对着湖景 至于早餐 同样在这里解决 是自在形式 款式就比较基本 有蛋 炒面 面包等等 不过留意 由曼谷过来 要三四个小时车程 所以会建议自己 或者包车 沿途可以找一间美景餐厅 cafe 坐下 或者停下看看明星景点 再在resort 玩三天两夜 过一个避世假日 hir用车的 黑色